欧盟成员国有这样一个国家 三种通用语言 三种不同文化 它是爱神之岛阿弗洛迪特的故乡 你知道是哪里吗 这里就是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属于欧盟成员国 如果你要有申根的多次签证 或者是有申根的居留卡的话 那么也可以不用申请塞浦路斯签证 就可以直接入境了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塞浦路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欧盟成员国 为什么呢 来到塞浦路斯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街头你会发现有猫粮 因为塞浦路斯的猫比人都多 当地政府会给流浪猫或者是野猫投放食物 可以说塞浦路斯是非常猫友好的一个国家了 塞浦路斯的气候艺人非常宜居 这也为猫提供了适合生存繁殖的条件 猫作为食物链当中的一部分 控制了一些害虫 有利于维持生态的平衡 为了保护生物链的可持续发展 塞浦路斯随处可见猫的装置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的猫看到人也不会害怕 甚至有点小高傲了 兰卡沿湖不仅仅是一个宝藏自然景观 同时它也是一个鸟类迁徙站点 这里每年春季都有成千上万的火烈鸟从这里迁徙 这里创建了自然保护区 限制人为干扰和减少污染 以确保鸟类可以安全地迁徙和繁衍 和生态的平衡发展 作为塞浦路斯的金融城 利马索尔致力于保护海岸线的生态系统 这包括维护沿海植被 控制沙滩侵蚀 以及限制沿海的建设 以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猜猜看我身后的这个装置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和农业有关呢 这个呀是压榨橄榄油的末 橄榄油呢 从这个地方呢压榨出来以后呢 倒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油逐渐的到这个这一步 因为啊压榨的时候呢会有水 所以呢水呢是比油重的 慢慢的油呢会漂浮起来 之后呢就到了最后这一步了 所以呢这口缸里面呢 就全部是最最最纯的橄榄油了 你猜对了吗 地中海饮食呢 也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它保持原汁原味 以富含橄榄油水果蔬菜果物和鱼类 一些蛋白质为特点 这种饮食呢被认为有助于健康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抗氧化剂和健康脂肪呢 是比较适中的 地中海饮食呢 也是鼓励使用本地季节性材料 促进了本地农业的发展 减少了对远距离食物的运输需求 从而降低了碳的排放 饭饱了 还没有酒足呢 话说塞浦路斯也是盛产葡萄酒的国家 塞浦路斯的葡萄酒栽培和种植呢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而且这里的葡萄酒呢 也是非常的有名 塞浦路斯也是多山谷的国家 山谷地形给葡萄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可以改善阳光的反射 有助于提高葡萄的光合作用效应 此外 山谷还可以提供自然的排水系统 避免水分在土壤中滞留 减少了根部疾病的风险 而且大部分的葡萄园 是禁止人工浇水和农药干涉的 能够更好地保护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葡萄园 这样做出的葡萄酒 才是更健康 更生态 更可持续发展的 驱车一路来到帕福斯 帕福斯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个城市曾是古代希腊的一部分 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古代遗志 爱神阿法洛迪特就出生于这里 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城市 帕福斯致力于打造成数字的 可持续的 便捷的 有文化遗产和创造力的城市 帕福斯的业不仅有星空 还有烟火 显得格外有气息 原来这位老任已经退休 还在海边售卖传统食物 他说到 现代化京城传统食物越来越少了 所以他一直还坚持在海边销售传统食物 因为传统食物也需要传承 才能继续的持久的发展下去 而他穿的T恤也是 Stay Together Europe 因为他见证了塞浦路斯加入到欧盟之后的飞跃发展 塞浦路斯是一个地中海岛国 因此拥有着丰富的海鲜资源 包括鱼类 贝类 以及其他海产品 塞浦路斯的海鲜通常以新鲜 美味和多样性而闻名 所以这里的海鲜明显 就是价格你会来发现 哇 还挺贵的 这里为了保护海洋的生态 他们是按照严格的欧盟的规定来打捞的 商业捕鱼其实是非常受限的 所以你来到这里会发现说 这里的海鲜虽然它是岛屿国家 但是它的海鲜也是非常贵的 我真的对塞浦路斯海洋的保护真的是非常的惊叹 我们在这个海边有很多人其实 你看它这个海水的清澈度非常非常的洁净 可以说到了这种洁癖的程度 它这个海水非常清澈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海滩 海水超级的清澈 塞浦路斯设立了一些海洋保护区 保护珊瑚礁 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重要的渔业资源 这些保护区有助于限制捕捞以及其他活动 以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片蔚蓝的海洋了 海洋的蓝容不得一点瑕疵 蓝的纯粹 蓝的让人心疼 你舍得污染它吗 在塞浦路斯金色的沙滩上 我找到了心灵与宁静的欢愉 蓝色的海洋与天空相连 这片土地如梦境般美丽而神秘 这样的塞浦路斯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